你今晚休想跑出本室 刁千玦你今晚休想跑出本室 我待 зем在这儿 你今晚暴露簡安 贫致天半 谁又不早等归职一刀 将你们找死 我修罗 不勾欠你们 还有我 北梁王会下 南甲营南方阵守 朱雀战争 北梁王会下 大小营东方阵守 圈龙大赏 北梁王会下 鱼谷营西方阵守 买骨战神 南甲营南方阵守 大县龙雀 玄机 这怎么可能 不 别路里之王 闹够了没有 陆地神像 回去吧 到时你是陆地神像要走了 今天也休想逃过本王的首长 你们两个还等什么 咱就去了 来了 笑 跟我们回去吧 你不是我们三个人的对手 再说了 说气姐姐 为气姐姐 换解汗毒 并不委屈你 你要知道 这世上可是有无数的男人相欺骑的 别人想 不代表我想 你们要是想让我回去 就看你们的本事 敬酒不吃之法酒 放手 放手 走 路上 云州陈家为了吞并明义父的家族 变上了明义父 送下了明义父的双眼 现在陈家 还要逼明义父的女儿嫁住陈家 请 找 我 我 岂然烽火雷战 召起百万天神位居云州 他拼真假 神帝 百万天神位齐去云州 云州不将怕为人间烈运 幻弯不可 有重复一遍吗 笑得心痛了 神帝有令 挂地戒 燃烽火雷战 百万天神位齐去云州 踏平全家 宝贝 你让严谨嫁给我 严谨 严谨 你不是杀我自己 你不是杀我妈 居然还想逼我 你嫁给你 哎呀 虎子 这人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哎 哎 今天 不要 不要 好的 哭不造成 他在底下 你一定会双脸起飞 哈哈 我来你啊 这个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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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死虾子给我一刀一刀的给寡了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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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呢 让你妈妈死 哈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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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下 我要杀了你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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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别有一份资美 你快走 别管我了 走 他们走得了啊 来人 把这个垃圾的手脚就剁了 让他好好看一看 他的女人是怎么在我的胯下叫的 上 别安静 走 别安静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加北洋 北洋王 北洋王 今天就算是国者亲一人也救你了 他不喜欢你 我 为了男人分析 再给他父家活欢死 你爽个够 是是 不要 不要上我 不要上我 不重要 哎哎我车里帮我 你上我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你放过 我 车里 车 你这 给我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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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 我一定会让你们求生不得 求子不能 不要 不要 你这个粗粒 我跟你拼了 清哥 一切都过去了 你不用再担心了 妈的眼睛只是皮外上 我已经找最好的医生 给她治疗了 恭喜陈老陈向兄 赵半山死了 赵家不日 也可归于陈家 陈家晋升一流世家 只日可待 这都是天命归 这赵半山暴毙 对我们陈家 陈死以外 陈先生谦虚了 你们陈家背后 可是有北梁王的关系 就像赵半山没死 用不了多久 你们陈家也能晋升为 一流世家 陈贤啊 南风那小子呢 怎么不见他来啊 那 应该是去给你准备礼物 向来呢 我对你很孝顺 我听说 风儿喜欢赵家那丫头 没头 去趟赵家 那丫头给我带回 你们后属陈贤 你还真是棒 杀人父亲 杀人母子 还要把人家女儿抢 你们牧中还有王法 小子 你是什么人 红口白牙的 敢污蔑我们陈家 毛头小子 这只天高地厚 你等说瞎话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就是 这小子 这小子 今天死定了 陈贤 你不要这么着急的笑 我今天来 可是给你送的 不 你扫他呀 不 什么 我说 爹 你是个杂品杀了 宝儿 是你干的 你敢动我 算了 我陈后师 要让你成生不得 求死不能 来人啊 把这个砸碎锅拿下 就要活挂了他 马宗师 这小子死定了 那是当然 在云中 马宗师的死定 可以排进前五 只要他肯出售 闪电五连电之下 无一活可 年轻人 是我动手 打断你的双铁呢 还是你 自费双铁 不如这样 你自费双铁 我放你 哦 年轻人 好大的口气啊 这招 废话真的 不错啊 没注意 年轻人不讲我的 看我的闪电 五连电 不 就凭你 还想让我自费双 这 这怎么可能 你自费双铁就打败了马宗师 古师在捉弄啊 哎呦 杀了这个杂水 死到我啊 我拨了你们 我看谁敢吵 陈贤 你可真是不知死 在神帝面前 也敢口出狂言 什么 你 你是神帝 什么 你 你是神帝 他竟然是宁家大下国之上 统一百万天神位 一人可敌百万师的 神帝大人 陈贤 神帝要 你也 这 不可能 他 是赵断山的一宗 废物一子 陈兄 不用几个光 陈贤 他亲日贺三大宗师 八大战王前来道贺 我倒要看看 是哈方小小 天然敢冒出神地的 孝子 天然敢杀了我后的孙子 他敢冒出神地的 打包天 我就是神 何须猛 笑杂嘴 龙宗师可是北梁王麾下鱼谷赢的人 他曾有幸和神帝一起出争过 你是不是神帝 他一眼便可认出 笑 就凭你别想给赵斑山 今日 我陈贤 四大宗师 八大战王 你拿什么给我们陈贤 奴隐 在巨头面 就只有死路一条 巨龙 叫你呢 闭嘴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 让 搞笑 看清楚 小玉玲把钥匙交出来 原来钥匙 让他亲自来 啊 你还敢 别闲 大 还不开口 你小姐 你瞧醒 小玉玲 我劝你还是老实的把钥匙交 别 你做了吗 好好 有骨气 我倒要看看 你能硬是到什么时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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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骨气 不叫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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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该骨 这就受不了了 风大师 还麻烦你去赵家 把母女抓到我们陈家了 这日 我就让这个小畜生看看他的女人在我夸下嗷嗷大叫敢冒充神帝 动 陈家 我让你知道付出什么样的带着 我消遣去发誓 几日定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好大的考虑 我们陈家有四大宗师 八大争 就凭你拿什么跟你们陈家斗 陈家无关的你都给我滚 滚 小畜生 我都不知道谁给你的自信 你可知道他们可是北梁王麾下神机营的高 是神之下无体神 杀你 就是你 是吗 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谁才是老师 天神未现 天神未 天神的地主 参见神帝 天神未 天心门门主 参见神帝 天神未 西方第一刺客组织 天国之主 参见神帝 神帝 天神未 是 将帝 天神未 是 将帝 天神未 难道 你真的是神 天神 不是真的 天神未 我家狗 离乎你 慢着 多么些事 不敢 不敢 就给本帝 普末 今日若是敢做了 借一把孽子 动手 将你们拼了 抓 抓 现在 谁是 你 没想到 你小子有两下 那 你敢杀了老子吗 那你永远 都别想知道你母亲的下 母亲 您现在在哪里 主上 我们查到你母亲曾被神秘人从陈家手中带走 小畜生 小畜生 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呀 哎呀 动手 你是男人吗 要不是这本身 你他妈死的连骨头 现在 你的仇人 就站在你 怎么 不敢动手 不敢动手 那你就放了老子 不敢动手 那你就放了老子 你敢威胁本地 我想知道你去的下 不想 是我 去杀铁 敢动我的你 我去说了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说到 你又干嘛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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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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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了我吗 我是错了 我可以告诉你啊 不需要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 我说了 我说了 傻啊 啊 现在 我们继续 想干什么 你刚刚可不是这副罪力 我 我知道错了 你是错错哪了 啊 我知道错了 答错了 答错了 神经大人 求求你 杀了我吗 都是段思平被我们专家的 你用手 就找他们啊 给我们解释 大人 死尸 我会找你个乱家 求求你 就杀了我吧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把他丢进无间地狱 千刀万 少一刀 拿你救 是 带下去 不要啊 神经大人 神经大人 求求你杀了我吗 你 神经 thy 寻找 ι 不罵 什么 你 充满 uge 老仗 大人 跟你在徒 À 神经理 谄 槟 Thousand medical 废狗 你们找死 是你这个废话 刚安坏我断下的事 真是不知死 我看是你们不知死 现在跪下来 自费手脚 给我的义母道歉 我还能饶你们一 道歉 你脑子进水了 知道我身边就没人事情 断家二少断正存 他的堂姐可是各个有名 天仙门圣子 你让我跪下自费手脚 我这个老不实的狗狗 道歉 就凭你们 你配 贵女 有东西 装什么大尾巴堂啊 我不会 你就能抛起下 小天爵 看下我们是同学的份上 听我一看 现在跪下来 学几层狗叫 顺便呀 顺便呀 顺便我这鞋子 拿着 我就可以帮你 向我断上 看见这帮人了吗 他们呀 可不是本拳之外 只要断上一圈里下 扶你们 就不知 既然你们不知死 那就别怪了 有种 给我事 打到这狗东西的手小 让他手还长得 不过鞋事 不要 怎么才能放过他们 这不是赵半山 那表面给的女儿吗 挺有情思赏 我可以放过这款东西 给我睡一晚 只要你能放过他们 我可以答应你 女儿快走 不要管我们 走 他走不掉 老子都女儿了 你还真信 你们在老子面前 就是个屁 你能住的个东西 老子精精度紧废 还玩你的 你能够做的 只能学我的特殊 是如何在 发现谁的大教 天堂有路 你不死 地狱无眉 崇敬 我给过你 你竟然这么闲 真确定 喂 小仙主 我说你差不多得了 我劝你现在赶紧跪下 让我们断绍 这样呀 你还能有个好的死法 否则 我们断绍 有属尽的方法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无能 大少 到底要做什么 你才能换过我们 换过你 不过让他痛苦的死去 我倒是可以做的 走 为了他 他们俩的 他们也得嫌 别过来 不要 放开我 到底是不要放开我 还是不要放开我 你又跟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下辈子吧 放开他 别动 我倒是想瞧你这么危险 再靠近一步 我们 秦局快带妈走 别管我了 站住 段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微笑 狗东西 老子谈血就在你中 这小 我现在跟我端铁打电话 你死定 你要怎么麻烦 你可算来了 你和我谈血可是好有啊 这种东西都把我谈血放在眼里 他打了我的人还想杀我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呀 就是公主殿下 这个人不自量力 让自己有几分努力 就不把段家圣女放在眼里 在一后云中 谁看了算子 谁能把算女放在眼里 我们电脑黑板 你给你先来 插我们家 还打了二人 公主殿下 他说的不对 是 是这狗公司想要杀我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呀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真是无法无天 是 这狗公主殿下 你打我干什么呀 是 公主殿下 你打我干什么呀 你打错人了 你敢打那个狗东西 闭嘴 你们把笨公主当傻子了 是吗 公主殿下 王公敢呀 误会 公主殿下 你误会了 赵小姐 你来告诉我 我误会当了吗 没有 我没有 那就是你们把我当傻子 颠倒黑板 扎实欺人 你们可知 他是本公主什么人 为什么你们也该欺负他 你想干什么 这样胡说八道 我拔了你的舌头 放心想 我是来帮你的 你在人中做的事 没有我帮你 被两万 已经会发现 倒是 你就是我的了 他是文公主师 欺负人 欺负到他头上 你们可真是把文公主买他在眼里 公主殿下 我们错了 饶了我吧 对呀公主殿下 我们主要也不知道他是您的师弟呀 你看在圣女的份上 就饶了我们吧 饶了你 他就要看看我师弟 看看他 饶了你 饶了你 肖先生 我们知道说了 你看在我表写的份上 他少了我饶了 小建军 你就看看段家圣女的份上 不是 不是 断饭球面子很大的 今天就算他来了 我也会看 强拆我义父的房子 动我的女人 还要打断我的手脚 你要是饶了你 我还算个男人 你要干嘛呀 赵金哥 快管管你男人 更敢伤了段少 段家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很敢微笑 我倒要看段家还有什么事 张先生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不伤了吗 千决段家毕竟是我们惹不起的 要不然这次还是算了吧 清哥 放心 有我在 就算是十个段也不能拿我们走 肖千决 所非要公主只不过跟你是同出一门 他不是一个师父教的 他帮你一次 你就把自己当个人物 听清歌的 让他们走 清决 好 杂碎 今天算你运气好 等公主对下子 老子有的是什么 儿子们 我说了让你走 但没什么让你借 你又千决 你想干什么 在上半场 段家放不过你们的 混蛋 你敢废了我的命根子 你敢废了我的命根子 扫把香 你是想害死我们一家呀 我等着 我 还不管 想死 我 我 我 走了 会对见 小 原谅我 陈子帮北两万 野水 我担心北两万真的抓住你 此次云州再见 我很开心 云州的事 我会把你押住 放北两万的分牛肉的痴 找来 妈 你没事吧 没事 扫把香 你这老娘滚 妈 你干什么 千决刚救了我们 你打他干嘛呀 他救我们 要不是索菲亚公主 我们都死在陈家少爷 尊家少爷手里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要不是他 你爸也不会死 我们娘俩 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今天他还费了断手 他这是要害死我们一家子呀 妈 小小断交 不足委屈 这次我回来 一定会被爸报仇 保护好你们 去了边疆几年 就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索菲亚公主 只不过是你师姐 今天帮你 那是人家分得起黑白 你以为他会一直护着你 你相信我 你给我滚 滚呐 你给我滚 要不是你亲哥他爸会死 今天你废了断手 这是要害死我们娘俩 千决 麻西能在气头上 你先回去 明天再来吧 那我明天再来 呦 这不是二叔的便宜女区吗 来了 奶奶堂哥 你们怎么来了 你说我们走了 赵青哥 嗯 你们好大的胆子 陈少白祭拜那个短命 你们把人给打 是想害死我们赵家吗 妈 清威 千不要发火 这是跟我没关系 够了 清威 我清哥给我抓起来送去全家 伺候陈少 事情是他们人的 就让他们去给我拼了 奶奶堂 妈 清威 跟我们没关系 是 敢动清哥一下试试 小爷主 我们赵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手 不想死了吧 就给老子滚 千决 你走吧 段家和陈家的事情 不可以解决的 扫把心 你这次还想害我们 不够惨吗 我妈 清哥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人能上来的话 小冲手 你确定你要插手 我赵家的事 老太太 陈家对清哥做了什么 又对我爸做了什么 你不问问吗 就把清哥送给他们 我爸师父为了 你对得起他们 你什么 算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 对奶奶出现回去 欠揍的借助 老子弄死你了 呦 有点能耐啊 再来 这次老子不会留手了 你以为 就能留手 我还能留手 你也将 你放开我孙子 不然 陈家对付他们 江家一定是不会 糊涂着他们的 你能护上清哥吧 不好意思 陈家已被我灭了 你 你说什么 陈家被你灭了 你能把陈家灭 陈家背后可是北边王 陈家也不打操稿 陈家确实被灭了 陈家确实被灭了 这 这不可能 一定不是真的 灭了 这可是陈家 他竟然给灭了 段少 您不是在说笑话 陈家自然不是被他灭的 陈家是被我表姐 天仙门圣女 段凤卓灭的 你确定是段凤卓 你确定是段凤卓 这也是我表姐亲口所说 今日参加陈家宴会 都能做事 原来这样的 以段小姐的手段 灭了陈家 那是抬抬手指的事 段少 今天来可有钥匙啊 钥匙 这狗东西废的活 你说这宋子 什么 这虐杖 为了段少 老家伙 你不会是想 包庇这个狗东西吧 你可要想清楚了 段家灭了你的家 可比陈家容易多了 不不不不 大少 不要误会啊 老婆子绝对不会 包庇这虐杖的 这是 有正家无关的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我弟弟看上你孙女 和他家的宅基地 和他家的福气 和我家的福气 不知感激 太人废了我 今天你们家 要是不给我们 段家一个交代 就等着被虐杖 段少 您要怎么做 老婆子我 绝无怨言 只要您放过我将家 我一切都听您的 行 这可是你说的 那就 先让你自己把衣服脱了 似乎错了 贱人 不能过去 段少说的错 你确定要这样做 肖仙爵 去了边疆几年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战场上抛头颅 撒热血 你知道你在我圆里 这样的什么呢 低端的垃圾 炮灰 没用的臭臭 你他妈的眼这样的脑子 还愣着干嘛 说 贱人 听不见段少说话吗 你要害死我 赵家呀 赶紧 快脱 彪子 冯雪 冯雪 草呀 有种 臭属 你敢打老子 老子今天就让你生不如死 哎呦 完了完了完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早就听说段大少是一位宗师 没想到你是宗师之圣 打碎 你今天死定了 哈哈哈哈 哥 不要一下子弄死了 给我废了他 玩死他女人 你要给你真正的看着 放心 杀了他 太平 我给你最后 让你滚 我可能饶你 哈哈 小子 我看你是不知道宗师之上一位 你一个普通的凡人 在我眼里 老爷一般 承受我的怒火吧 我给你结婚 是你自己不珍惜 你别怪我 畜生 你给我住手 扫把仙 你要害死我吗 你放开断手 千决 爸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杀了他 不仅赵家有灭顶之灾 我和妈也活不了了 千决求你了 我知道所有人饶了我爸 你们什么都不错 滚 谁让我再看到你 您不滚是需要让我动手 你给我登上 少马星 你给老娘滚 我老朋友 要不是因为当年 看在你母亲的面子上 把你留下 也不会出事 现在 你还要害死我们孤儿寡母 你还是人吗 妈 你给我住嘴 断家的事 你要不解决好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爸的事 是我对不起你 我也没有连请求你们的原谅 不过 请您放心 我会处理好断家的事情 另外害死我爸的事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秦哥 照顾好妈 千决 千决 跟我回去 你爸还躺在里面呢 妈 怎么办 我娘的人会杀了她呢 死了她 走 神明大人 求求你 饶了我吗 都是段思平 逼我们斩杀的 你用我手 就找他们呀 断家 小燕 你先上班去 好 那我就先上去了 唐姐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们怎么回事 唐姐 有人不把您放在眼里 贝勒征船 还差点杀了我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唐姐 竟然有这回事啊 行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还有点事 等我回来 让你们细说 敢西伯 段家 不管是谁 都要付出担金 好好 看见您先忙 咋子 有我导人解说吗 你死定了 狗东西 你是来求老娘 让段家放过你的吧 也行 出飞啊 你把这杯水喝了 再趴在地上学狗叫 老娘可以考虑考虑 嗯 对啊 狗东西 咱俩谁不知道谁呀 但是现在没人 别装了 放个麻利点 滚 狗东西 你敢脱老娘 老娘可是索菲要救死 你把酒店的客房经理 就算是手来也不敢这么放肆 来人 先生 怎么了 把这个脏东西给我揪出去 老娘借他十个胆子 你看他敢吗 王 王金如 不 不知道是您 牛老娘 就凭你这个废物也配 你先来把他手脚给我背了 送去段家 对 你刚从边疆回来 不知道这是哪 这儿 可是云州六星级的酒店 这儿的服务员 都是山津百战 杀人不眨眼的雇佣兵 来人 告费了他 告费了 是 还有什么人 尽管叫 要是叫过来 那我就只好一笔之道 凡事生物 你都等着 来人 有人闹事 你死定了 就是他 给我背他 这是叫的 走 总经理 有闹事 你快叫还下镇手来 咱们那人都被打伤了 对 对 尽快 让您老板把门叫了 丢一叫 好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王家镇手乃是一笔百个子 我劝你啊 还是自费守护 对自己留个好死 否则 王家镇手来了 能走 出都没刷眼是吧 贱人 还是要我来给你刷 他就是北梁王的好友 他今天就算是试试 也得死 大老板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在这闹事 你看 他跟我打的 一定要为我捕食公道呀 公道 你也配 大老板 威胁我实际 为他手脚 闻事不小 公主对不起 饶了我吧 我不知道 饶了你 就算我愿意饶了你 他 也不会饶了你 是吧 神女 神女 你是断 你对不起 神女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饶了我吧 饶不饶得了你 还得看正话 小天爵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 我错了 你看见我们是同学的份上 饶了我吧 你不是要废了我的手脚 饶了你 这不像是你们说出来的话 对不起 饶了我 对不起 饶了我 天爵 你真是好人 饶了你可以 不过我可没说不动 靠 我劝你别的激怒 你要废我手紧 我只废你一支 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滚 他 只要你滚 我 还没办法 出差 我把公子结了 以后不用再来了 婚礼殿下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我还有房贷要还 我爹地还在住院呢 想救你 我真的错了 你最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是 我灭了你断家全组 你们都出去 都别站着 坐下手 灰水底 您依附的死 是断四瓶锁 断家其他人均不知情 不知情 正准 我的手伤了 以后估计不能给你按摩了 有东西啊 我跟我的人 这些 这些 葬身之地 喂 去照金哥家 把你母女绑起来 段思平 知道我亲生母亲的下落了 如果你骗了 知道我还在这 先生 先生您放心 这件事情 我一定给您交代 只是 接下来您的行事 需要你把身份 还牵 那就要看你 没什么 保证完成任务 找死 那狗东西打个电话 把他叫 女儿 听断授的 不然我们真的会死 就算千军来了 他别不会放过我们的 说的没错 但没点水 打电话 我不打电话 我不打电话 啊 老夫今天到时候看看你这戒指 多样 二十个带起来 哎呀 他不是妹妹 怎么了这是 怎么谈 你得一句劝 赶快打 不然呀 你你好过 呸 好 臭 给脸不要脸 男人 给我唱 comun 让 别 美 多 可以 打个电话把那股不洗都叫 来 老子今天有百八十小股店 有的是世界陪你玩 就是 他们可是有的是世界 段振全 这么急着偷拍 段振全 这么急着偷拍 哟 来了 我现在给你打支话 不要多喝茶呀 小燕 给人家去个茶吧 把人家挺过来看的戏 怎么能溜茶呢 我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杀我 你们说他真的杀我好不好 都给我进来 狗东西想杀我呀 你凭什么吵 段振全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跪下来道歉 我还能饶你一条狗 扫把星 你给我住嘴 你要害死我们娘俩 你还不快给段少 跪下来赔礼道歉 行了 下跪道歉什么的就不必了 我告诉 你们今生一个都不要 扫把星 都怪你 老娘上辈子一家是欠你的 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呢 行了 别急着呼赃了 你们两个继续 让这狗东西 因此是行 快逃攻击 好吗 上来 你们可知龙有膩 你可知龙有膩 属是冰 金哥 金哥 帮你吹起了我的底线 冰雪 如果你杀了他 邓家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求你了 扫不行 给老娘把枪放下 算你事项 小钱 如果敢杀了断手 是你绝对不让你们赵家 一拳赴您 狗东西 今日之处 不敢出来 带你去报 走 不 不 妈 小钱 你疯了 正在杀断手 段思平打电话 让他过来接你 少八星 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让段思平来 他可是云宫 和阎王 杀人无数 你这是在找死啊 千决 妈说的对 如果和阎王来的话 那我们就偷晚了 和阎王 他一日若是感染 我让他变成死阎王 打 吐打 吐打 妈 快点救我 我 我被人废了 他要杀我呀 你 你快点救我 你们进来 把我妈他们带手 千决 我们要走 一起走 死丫头 胡阎王要来了 他要死 就让他死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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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把这个的垃圾 请赶紧 来了 来了 小子 胆子不小 敢动我断家的人 啊 是个死法 狗东西 知道我为什么宁愿找段库床 也不愿意成我爸出手 只要我爸一出手 就听不着在场的所有人都得死 才问你 你就不问我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不重点 在这个云州 断家这是皇宫 就算你是国 派 炸 啊 啊 就凭你 就是杀了你 我 阿萊斯尼多 大傻 這是 還沒有我消遣就不肯殺的 還要什麼手段 就要死 哈哈哈哈 看來 小瞧了 啊 那是 這就是 會傷 哈哈哈哈 小子 真有兩下子 你敢殺我 我段家的勝利 會犯過你的 沒錯 趕緊把槍中放 不死 你和趙家人都得死啊 臭臭 你沒得選擇 段家可不是你這種下等人 則對得起的 公主殿下不過是你的師姐 他是不會因為你是一個下等人 跟段家為敌 所以啊 你還是乖乖放下槍 不死 不死 就憑你們也讓我實際不死 公主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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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女 你們來了 你 你們看 這小子就像指揍 你們覺得 該殺 還殺 殺 哈哈哈哈 小子 趕緊放下 你在我侄你面前 我也在殺 在殺的人是你 段伯父 你知道你在幹什麼嗎 段伯父 你 你一個白眼狼 我們段家想你 你竟然為了這個臭 你 再也不說一個字 現在就殺 都給蕭先生 跪下 唐先生 憑什麼呀 這口東西背的我還想殺了我們 跪 還是死 跪下 二叔 您可真厲害 殺人一副 江搶人宅子 還要斬草出根 你真當你是大象王法了嗎 我奉嘴吧 你是聽誰說的 我是被烈的呀 你真當我白 善女 我問他廢什麼話 蕭先生 殺人 昌蜜 這也是我 說的 是牛腩不撐 就要尋死 笑 雖然這是我師弟 但是這件事我知道了 坎間要管到底 公主殿下放心 這件事情 我一定給蕭先生分滿 一起教人 二叔 到底是誰讓你這麼做 我真的是被污蔑 段伯父 那您的女兒子 這件動機 死好了 我說 奉卓 我也是被逼的 這小子 蕭先生的母親 忍不該忍的人 他們找到我 我要是不按他們的做 他們就要滅了他們段家呀 他們的實力極其強大 就算是你 也拿他們沒辦法呀 連勝利也不不斷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什麼事 我 我真的不知道呀 讓你二叔 你當我信我 再不說就真的沒有機會了 我真說的是實話呀 對呀 不 你 我實不信 你去問趙老 他 他比我知道的多呀 趙老 嗯 如果讓我知道你在騙我 我會讓你強制我 強死我 聶主 等著 主上 關死瓶說了嗎 不中 主上放過他 只想你誰出動 這只是其一 不說這事 明天是我義父的葬 幫我召集天使隊 我要好好送送你 那個聶主回來了 盼官死在了他的手上 您得出身了 那小月中死定 叫叫段子 有盾 清哥 你堂哥說的沒錯 段少對你有意思 你嫁給他 段家才會放過我們 怎麼要嫁 因為等我把殺到之後吧 趙清哥 我看你是沒搞什麼做 行為 把鈴鐺拆了 把這關材拖出去 他要不聽話 就一把火傷了關材 死了 也無臟分之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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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我嫁 我嫁 你竟然願意嫁 這髒東西 更沒有留著的必要 媽 半身也是您兒子 你快讓清威停手吧 清哥都答應嫁了 你給我閉嘴 你下去吧 你就抓你鬼 你 老太太 你的心聲 真 真 沒事 你 你還活著呢 你哪一隻手拆的我衣服上 你給我下白癡 劍頭 你敢動我 奶奶一定不要他們兩臉混蛋呀 啊 還敢威脅我 我倒要看看 你們怎麼讓清哥他 你帶死 啊 啊 你爹 你爹 你想幹什麼 掃把星 你瘋了 媽 他剛才怎麼打的你 打回來 打回來 他也敢 他也敢 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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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自己敢砸我 你不怕天理會不會轟嗎 奶奶 你拆領堂 比清哥架也斷起來 你有想過你是我義父的母親嗎 你 滚 等著 趙老太太 是我 段振淳 明天九千歲會在上半山的葬禮上出手殺了那股東西 準備好把道清哥那個戒指給老子送 好好好 段少請放心 明天一定送過來 千爵 你沒說什麼 太好了 活得往沒去 這還用說肯定是這樣嗎 是 我接個電話 主上 百萬千省位 你招集完定 女孩快給我走 幹什麼媽 你奶奶得到消息 雲州第一強者九千歲 今天要殺蕭千爵 你不能留在這裡和她一起送死啊 那你為什麼是提前到千爵呢 你們放開我 我要告訴千爵 我不能看她一個人 放開我 千爵 快跑 千爵 跑 九千歲那可是比我眼望還厲害的人物 就她 跑得掉 不要 大哥 女兒是聽話乖乖想斷 女兒 這是她的命 也是我們的命啊 不要 我 我不能留千爵一個人送死 把我家安局 你就是九千爵 鐵 三袍子 哥哥 你想怎麼死 別逼我殺人 哈哈哈哈哈哈 殺人 九千歲乃是雲州第一強者 而這些人是雲州江湖上的頂顛高手 你在他們面前容易算上 我 不要這麼說 你 你等 小子 有些人你是靠 不料 你就是沖水州的同意 這 你 算說 早是问得了 竟然弄这个阵子 醒不过我情绪 这些人不是我家人 不要 不好 战风头 你身为段家人 真的要为这个小子处阻止我吧 阻止你 我来是令你 令你有要事 我明白了 你是为了给二叔做生威事吧 小子 今天就是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你了 段孙子 你真以为你吃病了 真的让你的狗眼好好看 他们到底是为谁而活 天仙们圣子的宋主 为赵老先生送行 西方皇室公主 苏比亚为赵老先生送行 君独统帅武皇 为赵老先生送行 却服独统帅兵主 为赵老先生送行 天神为 天神殿殿 为赵老先生送行 天神为 西方第一刺客组织 天国之主 为赵老先生送行 你为天天门 门主 为赵老先生送行 都起来吧 这 这不是真的 赵半山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面子 赵半山先生 自然 但神帝大人有 神帝 神 你说他 他是神 之女 你告诉二叔 他不是神帝 二叔 结果现实 怎么可能呢 这个贱人的儿子 怎么可能是翱翔 九天的真龙 就是一只蟲蟲 杀了 几点 一只 是 不要 不要杀我 救我 救我 现在谁是蟲蟲 我是 我是蟲蟲 我是蟲蟲 神帝大人 你饶了小的吧 饶了你 你不是要挖了我义父的 来 挖给我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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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永远不是太山 你饶了小的吧 神帝有何 你以为我真的不好 你 去死吧 就你这种活 也敢偷袭本地 本地玩偷袭的时候 你还在玩泥巴 把他送去无捐地獄 化皮抽筋 不 不要 杀了我 杀了我 偷袭神帝 杀了你 犯嫌疑你 你 杀了我吧 神帝大人 我们之作 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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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们吧 爸 那些真正伤害了我 一定会找出来 为您搞化公道 你们都先走吧 断粪着柳下 是 是 把断四平的尸体 带回去 按照计划 我想那些 应该引动 是 来 九千岁 进去医院 九千岁 您不出手 这有问题 我那双胞胎兄弟 我唱 再说 他带去的人手 也不是繁褚之队 我消息 哥 九千岁 你接电话 什么 你爸死了 你们什么 霸河九千岁的弟弟去墓地 遇到了军事野心 和卫兵起了冲突 他们 绝被杀了 小千岁 这件事情有蹊跷 接下来不能轻挤光动 等我消息 我 哥 你搞什么就没死 我们打电话给赵家 让赵家把赵晴哥送来 明的对付两个杂碎 阴的我不信 还敢他没办法 放开我 我要去找天局 想 你也将死定了 小死了那条心吧 哎 绝对绝对 你也会做剧断家 我断上成亲 我不要 我要去找他 放开我 借人 老东西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小子 你什么千菊 你你试试试会 你看我像吗 你妈 千菊 我认识你 你认识太好了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我认识 遇到卫兵军事人士 把他都给搬了 怎么给我死 运活下来的 那又怎么样 得罪了段家 你就是死了羊 你说的对 虽然你活下来了 但是段佳他们不会帮过你的 你快走 离开云中 你再回来了 我走了 你和妈妈 我 我们是个人 打不了 我就嫁给段佳 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你 他们不会帮过你的 我不走了 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受伤 你不输了 你快走吧 这事要来电话子 萧千玦 我却现在就带着张琴哥去段佳 说不定 你这张冰 你就到我路了 喂 让人给送 段佳你这么着急想死 要是再敢打亲哥的主意 你也不段佳 你也想 你要回了我们赵家呀 我赵家养了你 就是这样了 谁帮赵家的 是我义父 跟你们赵家有什么关系 赵琴哥 去不去段佳 不要是不去段佳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一家子 都不是我赵家的人 你们住房子 赵家要收回 在集团的职位 也只能是八名 妈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住的房子是半山买的 跟家族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 集团要不是清歌 早就没了 再说了 半山尸骨未寒呢 你 二审 你这话就说的不对 二叔是赵家的人 那他买房子 就应该是赵家 集团的是清歌的案里 那是他应该说的 去不去段佳 去 哈哈哈哈 这才是本乖子女 乖 收拾收拾 赵快送去段佳 好的奶奶 你想干什么 哦 奶奶 你也想 你放开我孙子 心疼了 清歌也是你的孙女 你儿子尸骨未狠 这么快就让他去挡灾 你难道就不心疼他吗 我心疼他 我孙子 哪次要继承赵家的 至于赵清歌 生下来就是要嫁给别人下去 他能帮我们赵家挡灾 那是他八辈子修来的部分 奶奶 你别叫我奶奶 让修行军 放开清卫 放开他吧 搞东西 我们赵家的山轮不到你这个外人叉叉 赵清歌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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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清歌 妈 千军 咱们走 好 我赵清歌 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 你就终于跟他打给我们赵家 他们真正就这么走了 奶奶 这个怎么办 晚上都别怎么交代 快打电话 走吧行 你满意了 我们娘俩怎么这么命苦啊 你说你怎么不死在外面呢 妈 别说了 这事不怪她 怎么不怪她 要不是她 你爸也不会死 我们也不会被老太太赶出赵家 现在我们连住的地儿都没了 妈 放心 住的以后我来解决 就算你再照 他也能给清歌一生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段长 之后 要对付了孽赵 算上我赵家 段少 大人有大量 为了表示歉意 我赵家送你一套房财 还望段少 笑呢 奶奶 段少怎么说 暂时 段少 不会对付赵家 回到恒大去一趟 买套房子 送你段少 扫把星 认你说的天花烂醉 没用 今天 你要让我们娘俩流落街头 以后就不要出现我面前了 妈 放心 留我在 组定不会让你都落着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帮什么帮 他们就有三个身无分文的穷鬼 赵清威 怎么 生气了 你们被赶出赵家现在身上一毛钱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 这里卖房子 只有身价千万 租房子 怎么怕是找出地儿 小姐 像这种垃圾 那个叫板 马上丢出去就留着过年吗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只要进门都是客户 老子说的话 你是听不懂吗 先生 对不起 够东西 老子才有你的上司 这三个垃圾 今天要不叫人丢出去 老子给你们寿楼都没完 赵清威 你够了 不用太叫人 我们自己会走 没事吧 没事的 小姐 对不起 是我们不好 我们这就走 走 今天就算要走 也不是我们走 小姐 把你这里珍贵的别墅 去给我们 走吧先 跟我们走 你敢 赵少 好炸的威风 我的人也敢动 老板 赵少 这是不把本公主放在眼里 公主殿下 您误会 我来您这里买房子 这三个垃圾在这 刚刚 他怎么打你 打回来 是 等等 公主殿下 您开门可是做生意 我来您这里买房子 您为了这三个垃圾 要教训 这要是传出去 您生意还怎么做 另外 我买房子 可是要送你断手 你在威胁我 不敢 我只是陈述事实吧 公主殿下 我也不是不讲理的 他们要是能买得起这儿的房子 您再怎么教训我 我都觉得无二话 可现在 他们就是身无分文的垃圾 您为了这三个垃圾 要影响您的生命 谁说我们 清爵 咱们别给公主殿下贴麻烦了 放心吧 你们这里最贵的别墅多少钱 五千万 我买了 什么 垃圾 追去战神短剧看多了 还刷 来 你刷个试试 你要是能刷出来五千万 我管你叫我爹 记住以后的话 刷吧 老板 安天伟先生说得错 龙达地产到账五千万 真的刷出来了 来 叫你 萧天爵 你不要提的太事 当着公主的面包 你这是不把公主放在眼里 想死 就放会给我看看 公主 赶紧叫 完事了 刚刚被你打的姑娘 还要找你算账 爹 什么 没听见 大 小天爵 叫 爹 我可不想当你的爷爷 搞东西你 我们的事情 自己玩了 还好 冲他 刀刀 又什么事 一直说完 别假装我的那些 咱们人听了 你我冲 万四里冲 我 现在 谁想吃垃圾 你 你给我等着 今天这事没完 把这垃圾 给我救 走 我自己送我自己会走 你给我买 谢谢 快点 我们房子已经买了 手续就进来送我 先把钥匙给我 我们先走 不让行 呀 肖仙姐 听说你们被赵家赶出来了 欢迎 知不知道你们快要末日了 还敢跟老娘 狂 不光是走了狗屎运而已 真以为我们断价 被逼我删 上了 清爵 你给我删 你走 想走 这儿啊 可是富人别墅区 真以为 你们三个球鬼 可以在这随便乱窜 还敢对老娘大言不惭 我劝你们呀 赶紧跪下 你给我磕头道歉 否则 我叫保安 让你们把脑给你坐穿 王小姐 我带她跟你拍的不是 别跟我们计较了 你算什么东西 给老娘滚 那我不存在 吐了 干啥老娘 干啥 罚 有人砸你业 还有没有人往了 扫把星 看你干的好事 你要害死我们娘俩呀 快给王小姐跪下来 赔礼道歉啊 快呀 谁带老人呢 完了完了 就是他 我跟他说了 这不允许外人进入 我上前跟他理论 他还不听 看看他把我打了 小子 敢打我们叶子 吃个熊心抱着 去打回来 我看他敢还手 能打了 我不敢 你可能打吗 我们可是黄鹏镇手 能打 打了过我 让你去你就去 他要是敢还手 我弄死他 保安大哥 我们也是这儿的业主 是他挑事干闲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就别扭三个穷鬼 也别住在这儿 穷鬼呀 要有穷鬼的自觉 不要装你当着保安的面 再打我一个试试 我买 爸 你看这个狗东西 这个狗东西他多狂 今天要给老娘废了他 不然的话 老娘让你们这帮看门狗好看 老欣 要不 你们确定要为了他跟我们 对吗 先觉得 算了吧 保安大哥 这事是我们不对 你 你看 在我们这儿业主 哪个不是肥肤疾悔的大 你们三个土豹溜进来 还打了我们业主 我今天不废了他 他怎么这么业主 交代 我们也是这里的业主 被他污蔑 就不怕我这个业主 让你给我们一个交 你 业主 看看你能怂样 全身上下恐怕连一百派能口 你要是业主 我就是肥肤 跟他废什么话 打乱他手脚 把他归下给我们业主刀切 你们还真的是对得起看门狗 正常 你居然敢骂我 给我这儿 老师弄死 想死 你们就动他一下试试 公主 老板 你怎么来啊 他是来给我送房产证的 房产证 他不会这种意义 他不会这种意义 笑 不好意思 来玩了 公主殿下 你怎么能是我们别墅区的老板呢 本公主需要向你吃土包子解释 站着端正村 送你到八百万的小别墅 就敢在这物种物人 你知道我师弟在我这儿买多钱的别墅吗 五千万 你也配马他肚包子吗 五千万 不可能 他们明明刚刚为赵老太太赶出家门 身无分文 跪下 给我师弟他们道歉 公主殿下 我没错 要道歉 也是他们道歉 我也是为龙龙别墅居好呀 你胡说八道 明明是你是个贱女人 仗势欺人 狗眼看人的 你找我们的茶 还像东口大伙女儿 公主殿下 我没有 我句句属实 我可以发誓 公主殿下 我妈妈说的才是真的 不要着急 变故 区原区有监控 拆卸监控 不回事 要监控 公主殿下 对不起我错了 错了 你不是可以发誓吗 我可是还没一定要监控 我骗了你 他们说的才是实话 狗东西 还敢变 冯公主 对不起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小天主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请求你 看见我们原来是同学的份上 找到了 我是个穷鬼 哪有资格原谅你 公 你不是 我是 我是凶鬼 我是凶鬼 对不起 求求你 求求你 我下公主殿下 求求秦吧 再说了 我也不知道 你有房产阵呀 你也没拿出家 给我看呀 这全都是误会 我总为 我从未嫌过如此猴眼无耻之人 你的意思是我的世界的错了吗 不 不敢 我就看没有什么你不敢的 找小姐 伯母 不敢猜不是想打你吗 上去 臭她 公主 算了吧 算什么算 要不是公主来了 她今天指不定怎么欺负我们呢 你这丫头啊 就是太善良了 我来 小伯母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 你当老娘白痴啊 这不是第一次了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好了吗 累坏了身子 也是 今天暂且放过你 告诉你 再有下次 老娘抽死你 谢谢 谢谢 不用这么着急 谢我 我肯定说要放 公主 若是见了人 在留在这里 那我就要把重选租 是 看你说的 我能让你重选租租 立马从这儿搬出去 不 不行 小天觉 我绝对不能搬出去啊 我弟弟还在住院 我妈妈年纪也大了 关我什么事 回去告诉段少 大俗你知道小别墅 文公主收回了 再也不让文公主 文公主在这里看到你了 不行 公主殿下 我不能搬出去啊 还需要文公主 再给你说一遍吗 不要 不要了 土豹子记住了 别再惹我们 你们 野树水下 滚的 多谢 不用客气 你这孩子 怎么能在这儿跟公主说话呢 快请公主 去家里坐一坐 不用了 公主 来都来了 你跟着坐坐吧 怎么 她需要我用八台大轿 踩进去 不是我今天真有事 小 我需要单独跟你说几句 齐尖椒 既然如此 那就下次 你们先回去 我送送公主 行公主 那下次记得一定要来哦 一定 说吧 说吧 赶得到消息 齐尖椒继续回来到云里 端正成 他们回跟着大上线 需要我出手做一些什么吗 但是不许 对 确认 他们什么时候到 一个星期后吧 一个星期 够 笑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劲 跟我还打压力 好了 不用送了 有时间 我再过来看看 哇 落到千歌集团 本台消息 云州龙头集团千歌集团 市值突破八千亿 日前千歌集团宣布投入两千亿 连发医疗下 妈 千菊还没回来吗 那扫把星 你关心他干嘛 不回来才好呢 哎 你说同样是人 看人千歌集团的老总 再看看他 就只知道给我们惹祸 哎 说起这个 那扫把星 哪来的五千万呢 应该是跟公主那下借的吧 就知道这个扫把星 干不了什么好事 你说我们现在 什么都没有了 他还借了五千万 买了套破房子 等他回来 我好好跟他算算账 真以为我们娘俩 好欺负呢 董事长 我这次前来呢 一是为了看看公司的运暖情况 二是我打算帮我未婚妻 创办一家公司 目前我母亲和义父子的事情 还未解决 我的身份不能报 如果需要集团总裁出面呢 你来救我 对了 主上 这是千歌集团副总裁的面试员资料 您看 需不需要见见 聂青秋 这是兵主的双胞胎妹 华清大学 上京大学双硕士学 还在伦敦金融街 有三年能给你做经营 不愧是业家双胞 管理千歌集团 倒是绰绰有运 就他吧 我就不用见了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走 主上慢走 喂 清哥 接你闺蜜 好 我这就过去 我打算给你创办一家制药公司 制药公司 咱们现在要钱没钱 要技术没技术 你怕是跟我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 你知道 买别墅的钱从哪里来的 那不是你跟公主借的吗 我手上 有几张冰煮叶飘铃 给我送的药方 其中一张药方 跟公主做了交易 手上还有一张药方 她入股 我们出技术 问题不大 清哥 这就是你那未婚夫 这么喜欢吹牛 还说叶飘铃送他药方 他知道叶飘铃是谁吗 宝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被积起钱落地了 你还不离开清哥 我为什么要离开清 因为你配不上他 且不说 你没钱 没房 没存款 你还害得他们娘俩 被赶出了赵家 你有福德吗 我们走 你说费物远一点 一身的穷丧位 削死人了 新秋 这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清哥 这男人配不上你 要学就学我 要嫁 就嫁那千哥笔团总盘那样的俊杰 否则 宁愿单身一辈子 这还是我的小姨妹 新秋 千决他人真的很好 如果不是他的话 给我妈 救他 姐妹 你是被他洗脑了吧 给你一百万 离开清哥 给我一百万 让我离开清哥 我想你是在开玩笑的 清哥 你看看 给他一百万 就放了他丑恶的嘴脸了 那你开个价 多少合适 需要你不再纠缠清哥 大姐 我想你是误会 我的意思是 我足差 好了 你们先别吵了 咱们先看看 你不能去哪吃饭吧 真是刚下飞机还饿着呢 你别打上 我是为你好 不差钱 那你跟本小姐说 你是开的什么车来接的本小姐 公交车吧 别跟我在这装 不就是车吗 我也 给我送辆车过来 你是要笑死本小姐 不会是武林红光吧 我劝你啊 别丢这个人 大姐 你的车 这是我未婚妻的悲逆 还真叫来了 这车 可能是租的吧 我没那么无聊 哼 不就是一辆宝妈妈 有什么了不起 清哥他们娘俩 被赶出赵家的时候 你不想着给他们买一套房 反而买一辆毫无价值的车 冲门面 清秋不是的 天爵刚给我们买了一 你别打岔 你这废物 我见多了 有我在 你别想跟清哥在一起 清秋不是的 天爵刚给我们买了一套别墅 价值五千万 你就是五千万嘛 能买得起什么 你千万 你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我女的吗 那 你的事 我不管了 哎 这是怎么了 现在 我配得上清哥吗 哎 清秋 千菊 你说你跟他吵什么呀 还为了面子买车 那接公主的钱不用管吗 清秋现在可是千哥集团的副总盘 千哥集团的副总盘 嗯 我告诉你秘密 其实我是千哥集团的 还是给我打的 千菊 你别闹了行不行 你看看我和妈现在这个情况 段家的事 如果清秋愿意帮忙的话 那咱们之后的日子都能 哎呀 算了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一点都不明白我的良土用心 行 清哥 你先把车开回去 主持人 等等 今天索菲亚酒店 我们集团有个项目宣传发布会 您可以带个工期去先搭 对了 给他开公司的事 我以前安非处当 好 不知道 喂 什么事 好 我知道了 你真是一样 别生我气了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我真是一样 好了 生哪里没办法 不生气了 我刚刚收到集团打来的电话 说让我去索菲亚酒店 去春发会 要不 跟我一起去 嗯 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这家里 这家都 太好了 那我再让千菲一些 美女姐姐你最好啊 那拿你去办法 我无法你入不入买呀你 公主他跟上来 公主要带我们去一个好地方 看来他也得到你去了 走了 来了 哎呦 老总来了 里面请 周总 好久不见 里面请 有多远给老子滚多远 这儿不是你们能来的 赵清威 我看你是皮有点 多东西 想在这儿脑上 今天这儿的安保 大厦最厉害的 天神威力 我劝你们乖乖 给老子贵一点 让我出来你们的脸 老子还能放你们离开 否则 坡噪 你本小天不开 剑子 打老子 真是不知道天高度 给老子把这三个垃圾手脚打 丢到垃圾桶里面 那手脚 你这俩刚才打你的 什么 除了公主 圣子 今天又再去试试 来了 老子也都放给眼里 给老子动手 赵清威 你再找人都别试试 不错 不错 刚才清河集团项目 全方会努口闹事 有多年 啊 那算了什么来做 可能这闹事 你找死了吧 段家 受千鹤集团的委托 负责全方会的接待 赵清威 段家在上的狗 敢说赵清威 不死也都叫什么去 段赵 你怎么做得来了 我差点没人够东西的阿福 你就是段真 那 给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清秋 是千歌集团 你 你 你想跳是吧 乱家作为千歌集团 项目宣发费不得方 根本就没有 出国的东西 就是 像项目人也不提前打打草 车骨皮当大骑 你也不撒康架照着你 你几丁几两寸 是 我这人比较大 你们俩把衣服都脱了 给我我们跳一道桌衣服 这样我 你怎么都看不断 我报警你们才收 怎么样 你做梦吧你 做梦 我这是给你们机会 我去你们好真心 否则很愣 你还是搞啥子 就在这 同心 认识成功 我也给你一次行 现在贵 又不断 不然 今天连哭的 够东西 你是要把我们笑死 啊 做东西 你这么快就到了 总没有提前给我钻链 我再见 副总裁 副总裁 他 他真是副总裁 怎么可能 你是 大董 先给你 先给他 负责人 这就是你安排的接待人员 要我们跳脱衣舞 还要打断他的腿 这都是你给的权利 叶副总 此事 我不听你解释 他们不是想要看我们跳脱衣舞吗 还要打断他的腿 小千诀 去 剥了他们的衣服 让他们好好跳 完了 把他们的腿打断 不要 这不懂 我错了 还是交给盛宁 像这些了 他们不配我肖某人 去扒了他们 也是 那此事就交给专小姐了 我们进去 什么人都 我好不容易争取 把相对去套合作的计分 你就给这样呗 自己把你挖了 都废了 而且他就是副总 还要我再会一样 还要你 跟他一样 我劝你们 别找他 否则 这不然我来 你也应该出去 清秋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我居然能来到 清歌集团的项目 小妮子 这事和她有什么关系 要谢 也得谢谢我才是 好了 我也没做什么 集团可能是 看在我跟你的关系上 太安排的 但你也别高兴的太早 项目给你了 启动资金 发建公司 还得靠你自己 还有你 一定要卖房卖车 好好帮清歌 不用卖房卖车 不就是资金 够了 不要跟我说大话 你要是不好好帮清歌 就给我消失在他身边 否则 会有的是把子的让你消失 还有你 这次 一定要好好听我的 他要是能用 你就让他消失 你能不能不要老师 跟清说真功相对的呀 更独狂 这次这个项目 如果没有他 我根本没可能拿到 我知道了 扫把星 你怎么不死在外面 还有脸回来 妈 你能不能不要老师这样 很多事情也不是他想这样的 让我和段少 翘脱音 翘碎 我俩熟起得罪胜 还真不是他想这样 奶奶 堂哥 你们怎么了 我们怎么来了 你和这扫把 今天可是粗心了 上千歌集团副总台 让清威和段少 跳拖一舞 还咋够拿我的手脚 我害死了我们赵家 他痛我呀 那是他们自找 扫把星 给老娘闭嘴 赵清哥 你要还认我这个妈 今天就让这扫把星蹲 把千歌集团的项目 交给你奶奶 然后去找段少 妈 你能不能讲点理啊 我们已经被奶奶 赶出赵家的项目 给他们 我们怎么办 你这好说 只要你按照你妈说的去做 我就让你们母女 回归家族 清哥 奶奶不是无情的人 要不是孽障跟段少 作对 奶奶也不会把你们赶出赵家的 听见了 奶奶就把话说到这份上 你还要为了这个东西 伤感奶奶的心吗 好一个伤感奶奶的心 你心里怎么想的 别以为我不清楚 不就是想拿到项目 把清歌交给段正纯 攀附段家 是这样又如何 我也是为他们好 郑安 我今天来 可是给你们娘俩机会 你们要是不领情 妈 你别急 清哥 算妈求你了 你爸已经没了 你真要为这个扫把星 让我们娘俩给他陪葬 妈 你相信我 这件事情 我能解决的 你给我闭嘴 赵清哥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 我就死给你看 妈 你不要逼我 别以为我在吓唬 你答不答应 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妈 你放下刀 我答应您 既然答应我 就把项目合同交给哪儿开 妈 合同给你 现在我们可以回赵家了吧 好 孙儿 这项目就交给你 负责了 可不要让奶奶失望喽 奶奶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妈 我们现在可以回归赵家了吗 这就想回归赵家了 想得美 先叫你女儿 你把段家给撤疏了 对了 段正存已经不能人道了 记住 去找段正名 一个只会生女儿的 然后再来叫我妈 不是你的嘴 孙儿 我们走 你不能这样 对了 忘了提醒你们了 要是伺候段少 就快点 段家马上就会弄死这个孽障 不过你们继续拖延下去的话 可是要给他陪葬的 奶奶 没想到 捡那个大匹子 这 我们赵家驰 我们赚十个股 这个项目做成了 奶奶给你买个老摔丝 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我一定赵家人呀 你放心 合同他们哪里 他们一定会回来 求你们回去 扫把现在你在做梦 太太会回来求我们 除非太阳大西边出来 我知道因为我的原因 八三次的 也算你 落到现在 但我说过 这次回来 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受任何兵 说大话谁不会 滚 秦军 你走吧 金哥 我 滚 还嫌疼 我们家害得不够惨了 你真的要去断家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八零四千说 让我一定要保护好你 不要让我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 扫把星终于走了 来 女儿 妈带你去打扮打扮 你要去断家 可要把断绍给赔好了 我老婆的合同叫我家去 只要他们拿着合同 你应该去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是来跟贵集团 签合同的 签合 来人 我们不要跟出去 我们真是来签合同的 我孙女是赵清歌 是她把合同给我 她把合同给你 据我们所知 是你们上门去抢了赵小姐的合同 我们董事长很生气 她很看重赵小姐 你们去这么对她 我们知道错了 你们大人大量 还请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这就回去 我们把赵 赵清歌给抢过来 让让她来 好 我给你这个机会 不过 要是请过你 我就要赵家 整个都在云州郊区 哎 您放心 赶出去 是是 主上 我们都跟进去 先等等 对 赵清威和兵谷接触上 嗯 主上 什么时候开始对付赵总 那就要看看 这个老太太会做些事 赵清歌 你可是有本事 把合同交给我们 转通就给千歌鸡堂 让父总裁打电话高装 我赵家怎么养的 你这么个呆 妈 轻微 你们怎么又来了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我女儿 还给老子装说 啊 赵清歌 我不管你做了什么 你现在就 天歌集团副总裁打电话 要不然 我让你堂哥 杀了你妈 要不然 我让你堂哥 杀了你妈 你先放开我妈 奶奶 就你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 给天歌 其他副总裁 好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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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打 不打 那你们就给他收尸吧 别 我马上打 清歌 不用打 威胁我 你也 你也这样 你放开我孙子 你敢伤他 我弄死他们娘俩 威胁我 你觉得 我今天会让你从这里走出去 你可放开你 放开你 千真 冷冰一点 放开他 扫把香 你没听见清歌的话吗 你是要害死我们娘俩才痛快 放手啊 人家千歌集团是让你们求清歌回去签 你们就是这样 就不怕千歌集团让你们照 在云中消失吗 你 你是怎么知道 这是我 我看在清歌的面子上 放 我 不不不 我们不能走 清歌 千歌集团副总裁 让我们来求你去签合同 你要是不去 他会让我们赵家消失在云中的 赵清歌 奶奶都给你跪下 你还是人吗 你再不答应 赵家就真的要被灭掉 这关清歌什么事 你们不是已经把他赶出赵家 搞东西 这有跟你说话的笨吗 周四妹 我闭嘴 奶奶知道错了 清歌 赵家有你爷爷的心血 也有你爸的心血 你就这么忍心 看着赵家就没了 你这个不是人的东西 哪都威逼清歌 你知道 这有多伤我孙女儿的心吗 还不赶紧 劝劝清歌 我威胁清歌 你个老不死的 你还要不要脸呢 要不是你用段少威胁我 我会逼清歌 现在出事了怪我 女儿不要答应这个老东西 扫把心把他们丢出去 对吧 你把他签了你 好啊 清歌 你真的就这么无情吗 我好歹也是你奶奶呀 你要是答应签合同 我有办法让段佳 不来打扰 不需要 据我所知 千歌集团的老总 很看好几次 段少那边 我倒想看他怎么敢动手 你觉得千歌集团的老总 会怎么处理他 真的吗 千歌集团的总裁 真的愿意帮我们处理 段佳的事情 他这么确定 难道是清秋告诉他的 这么说 奶奶他们没签成合同 也是清秋帮的忙 一定是这样 孙女 只要你答应去签合同 我让你们同学 回归赵家 并且让你负责 赵氏集团的 副总裁职务 这不是 也是你妈想看了吗 奶奶您先起来吧 让他跪上 赵家灭不灭 关我们什么事 妈 赵家毕竟是爷爷和爸爸的心血 再说了 他也是长辈吗 是吗 这样的 还是太善良 奶奶 您先起来吧 想要让清歌答应可以 不过要在原有的基础条件上 把我义父的股份 还有房子 还给他 再把赵清威的两成股份 分开去 你还打我的主意 奶奶 不要把握 不要把握 你给我闭嘴 清歌 你只要愿意去签合同 这些都不是问题 好 我答应你 这就好 这就好 事不宜吃 我们现在就去签根地团 好吧 两位不要紧 我们怎么不客气 那搞东西都能进去 领导交代 你们要再互交买产 别怪我不客气了 您信 我们不进去 我们不进去就是了 奶奶 我应该不下这口气 你也不下这口气 那连我 就变得下这口气了 那奶奶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那没什么事我们就送你好了 相信人请不过 我们还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有些私人的事 两个乡亲事应该都有呢 好 那你们先聊 我在外面等你了 坐吧 主帅 正在那些 您看法案 以我对那婆孙的了解 接下来 经个租赁公司的场地 公司开业 他们一定会有效果 让兵主 继续接触赵清威 适当做些用 是 对了 我衣服下档后 断家暗地里有人起来 主帅 您之前杀死的九千岁 其实是九千岁的弟弟 这个九千岁 让断家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实际是在谋划 你对付你 对了 那个段凤国说 九千岁背后 我们还有她的一股神秘的预言 还在场 神秘的预知 是迫害我母亲 想从我母亲手中 抢走某样东西的组织 继续关注 另外 可以让段凤卓演戏 我就说嘛 他就是个被我 但凡有用 也不至于你被他们欺负 不是的 如果没有签诀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可我真的不怪他 清泽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奶奶他反悔了 他还放话说 要让我们找不到公司办公楼 放心 交给我 就你 你以为你是千歌集团的老总啊 清泽 要不我找五房帮忙 让他请清歌集团出马 上迪的事 就不是什么事了 现在你们总裁正看动我 如果我因为这点事情 麻烦清歌集团 你是总裁 你会怎么想呢 所以这件事情 我还是先自己处理吧 对了 你这会有空吗 今天多亏了你 不然这合同啊 我肯定听不到 你想吃什么 我要好好考虑你一下 帮忙 看来是吴总 看在我的面子上 当了清歌一把 你是我姐妹吗 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不过今天手桌上有其他事情 吃饭啊 改天吧 那也行 那咱们改天愿遇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回来 怎么样 有没有愿意出租场店上家 没有 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他还是做不好 真觉得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对不起 吃我一句 千万别放弃 疼老大大 你没有水 你可是一副眼睛 我最骄傲你 睡了 睡了 你跟我过来一下 妈 什么事 孩子 这段时间不要怪我 我只是 只是心里不痛快 你一副那么好的人 就那样没了 我只是想 清歌好好的 妈 我理解 您别多想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再受到任何的伤害 有些事情 我想等到 老高真正伤害你府的根区 让我找到我起身母亲之后再告诉我 好 清歌最近很难 你如果能帮他 就想慢慢帮帮他 索菲亚公主 索菲亚公主 好 我明白 那我就不多说了 也不走了 收拾一下睡吧 吴华 让天生店店主 明天送一份办公楼的租赁合同过来 主上 我多做一句 怎么在集团的时候不让我直接把这事办了 那个丫头有自己的想法 就先让他碰碰壁 明天把事情做漂亮一点 不要让他发觉是有人在帮他 主上 放心 妈 早餐我不吃了 哎 你吃了在什么 今天中午12点之前 如果再租不到场地的话 我们的项目就得延期 要赔一大笔委员金 没时间了 一定又是那老不死的来了吧 一大早的真是晦气 你们先吃饭 没事 我来 这是要出去啊 你们又有什么事啊 二审 奶奶今天来可是帮清歌的 你就这么把奶奶说话吗 帮 帮清歌 哼 我不需要 你们请回吧 夏清歌 你想好 你今天要是还租不到场地 项目是有容器的 倒是千歌集团追走下来 你是要把牢底坐穿的 你没个血 来 我们赵家和段家联手 你是租不到场地的 奶奶 您真的要赶尽啥觉吗 这些年 我呕心力气的把赵氏集团 坐到云州前时 好 就算不说这个 您生病的时候 是谁安前往后的 在您病床前伺候的 是我 赵清歌 照顾奶奶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经营赵氏集团 那行 还什么功劳苦劳 赵清歌 你但凡有点感恩之心 也不会吃东西 自己做千歌集团的效果 你们也别提这 你们这次前来 不就是想逼清歌 分你们一杯羹吗 劝你个像都 你也这样 别把话说的这么绝 这样 我帮你们租场地 等项目分人下来 你拿三成 我们赵家拿七成 奶奶也不是绝情的人 毕竟你是我的孙女 赵清歌 别不吃到天高地厚 还不快答应奶奶 你身为欺负人 欺负你 这就叫欺负你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答应 再过一分钟 你能拿到的就只有两成了 女儿三成也不少 答应她吧 赵家断家联手 你没得选 罢了 人家不领情 我们就走吧 妈等等 女儿 你就答应你奶奶 她要是走了 你就真完了 现在想答应了 条件变了 项目分人 赵家拿十成 还有这栋别墅 也要归我们赵家 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样 你是让清歌白干不说 还想让我们没地方住 白干 二婶 你这话可就说错了 只要赵清歌答应 他就能顺利完成清歌集团的项 免去追责 至于没地方住 桥栋 公厕 哪里不能住人吗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你们可真是够欺负人的 我妈说的还真对 这一大清走 真是晦气 我劝你们赶快滚出去 别逼我动手 动手 狗东西 有本事你动手试试 我告诉你 你能答应了屁语 赵清歌的路 你就被我们夺死 公主来了 也救不了她 我答应你 这就答应了呀 那你这态度不对呀 你得让这个狗东西 还有你妈 一起跪下来 求奶奶答应才行啊 清歌 陈寺 你们要帮你们租到场地 有人帮你们租到场地 高东西 我看你是没睡醒吧 在圣女下令的情况下 要是还能找到人帮你 吃屎 那这个屎 你吃定了 天海地产大亨 顾天琪 您 您怎么来了 我需要向你解释 赵小姐 听懂话说 你要作用一种写字牢和工厂用地 这是我们公司的行动 还请你问问 您 您真的愿意租我 是的 沐杰奇 你敢跟圣语作罪 圣语 算个屁 我老爹是一字兵家王沐成雪 他敢逗我下试试 说的 用屁事 就知道吓唬 天国地区的产业 英国最著名的地产开发商 伯克利亚菜区 彼此 皮特 谈算你有点紧实 你们真以为 断照两家联石 就可一手遮天吗 你们这些杂语 够平时 赵小姐 我看老木的合同 你就没必要看 还是看我这份 放心 分毫不迟 皮特 你这就有点不厚 赵小姐 别挺好 你就住我了 我们公司呢 保证 小朋友公司免费注册可以 哈哈哈哈 两个 太小加斯气了吧 老木 赵小姐 你放心 我们主资十个人 屁股你 二位可没有这样做行李的 小小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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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激动了 赵小姐 我们真的是带着诚意来 说跟合作 也是为了搭上前河机房的一条线 是你跟文王 你们两个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赵小姐说笑了 不要紧张 我不是在做梦吗 这都是你女的得了 快选一点吧 把合同签 沐总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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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好意思了 皮特先生 那咱们下次有机会的合作 赵小姐 不必欠一天 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很多 谢谢您 皮特 还不走 等着张老姐请你吃饭吧 告辞 赵清威 你现在可以去厕所吃食 狗 我看你小胖 敢这么对我口火 我今天让你吃饱 不 我不想吃人 咱来救我男的 清威 他是你汤哥 你饶了他吧 老太太 你还真是重男轻女 欺负清威的时候 恨不得把他们都逼死 赵清威就受了一点的畏惧 就心疼吧 千决说的没错 女儿 不要听着老不死的 奶奶求求你们 你要是不答应 奶奶就跪死在家里 毕竟你们是血亲啊 血亲 那您愿意跪 您就跪着吧 好清威 能想到这么冷血 我们张家真是丧念呀 我说你 要一个不是人的东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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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我要是出点叉择 你怎么会要做你的 哎 哎 哎 清爵 你怎么知道他们后来找我清 哎 啊 今天早晨做饭的时候 他们给我打电话 嗯 当时都在忙吗 就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先不说这个 哎快 今天过后 有的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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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你 好 老弟邦见 嗯 嗯 给祖上妻子的公司 准备的人品了 您可以都已经准备了他 你赵清哥 你给我等着 我要任何问题公布 我吃饱了 那我就先走了 有什么事 过来 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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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笔交易 事成 我帮你化解汗 和我重新委屈你了 我有被护棋 我要杀了他 欢迎各位加入清哥制药厂房的搭建项目 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呢 就仰仗各位了 好 不好了不好了 高总 这边有人来浪事了 我打 張清威 哎 張清威 啊 我 我 我 家 我告诉 接下来 你这犹生的求俗不高 我们走 晓晓 忘了 说了 谁要 看呀 我就会带她 走 谢谢 啊 没什么打了你 我这就过去 没事呢 我就讲题外伤 清哥你没事吧 没事你别担心我 就是工厂搭建可能进行不下去了 该死的赵清威 女儿放心 妈这就去找老太太 不行啊 妈就跟他们拼了 不用担心 自己吃 先跟我拔车 不好了不好了赵少 出什么事啊 肖千威带人来了 还是公主来了 不 不是 赵清哥的工厅又开工了 肖千威 属在那里 你啥的玩意 你什么大事 叶 带着你的人 给我走一趟 肖千威 白天是你运行 让我找我运行 这次男们新仇旧旧恨 一起算 奶奶 奶奶 肖千威 你敢动我奶奶 你招死 说狠话可嫁不到了 下来 我东西 你知道我身杀这位是谁 大下兵部地 请陈帝所想 最出色的学乎 而是我 来我身后这些 东西 我劝你赶紧放我呢 今天活躲了你 我倒是不理解 你们为什么这么害羞 你过来 为什么 东西老子给你收回 你听不到吗 你个棒 我奶奶 别人家动 别人家动 你以为老婆小吗 这狗东西实际很强 彼此了 他第一时间就要我奶奶的命 何重灵 你敢晃 我身杀 那可不是吓唬你的 就他 你让他动一下 看他有没有这个胆 你以为用我奶奶威胁 我给你弄 你吃 爹 是赵清哥的母女抓过 我今天就要你看 赵清哥的母女是什么死 在你面前的 你们干什么 爹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钱哥集团副总 叶青秋 你认错人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神帝座下 这不可以不快 冰主 叶飘零 怎么 你怎么会在这啊 不非 他 他 猜的没错 我就是想 这不可能 你就是个野主 连将的炮魁臭臭 绝不可能是能熬向九天 呼风万语的真龙 你们还真是 真龙出事情 可不 可怕 神帝 看见神帝 你来吧 你们欺负清哥 你觉得 我该怎么 江哥 神帝 我们知道错了 还有您看 在清哥的脸上 知道错了 我清哥了 你儿子赵半山 被别人害死 都做了 段家欺负 清哥的事 你又做了 男人 赵清威 我死 神帝 我们就错了 你找了我 找了 奶奶 救我 饶了我孙子 都是我的错 你有则法 你就则法 别动我孙子 好 我给你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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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 放宿我 当年到底是什么人追杀我 又是什么人 让段家逼迫成姐 杀害我的意思 我 我不知道 看来 你还是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听着 你去 你知道什么会告诉我 别告诉他 我不想死 你让他说 你让我死不死吧 看来你是怕他们 怕我 我倒要是你的嘴 还是冰子的刀印 继续动手 我求求你 你必须我 我母亲能不能告诉你 老婆子 你哪来被驴踢了吗 你再不告诉他 今天我们都要死在这 快告诉他 不然我活下来 我让你不再好死 我 我说 我说 诸事会 他们为什么要追杀我母亲 他们好像是为了你母亲身上的一个弹药 你让段家迫害陈家害你义父 是想从你义父的口里 得知你们母子的下落 我干了那么多蠢事 我是碰不得已 好一个破破 若是我没有回云城 想必亲哥母早就隐随我义父了 我经常会义父 看来我是亲哥的哪个分子 你又拿了我 我可以饶了 明天去睡亲哥造型 把你们照家的资 和你们守住了会 全部交给你 今天的事情 还有我的身份 不得泄露半步 否则你们应该死 滚吧 拜托你喝一千价 快走快走 你怎么了 我查到你母亲的下落 她现在藏在冬州 九千岁和诸神会谋化 只要以您为诱 以您的母亲是严重 依图在人中将你们杀 也觉得有必要亲自来跟您说一声 你别在我面前晃了 晃得我眼睛都花了 不都给叶清秋打过电话了吗 只要他肯出面 不会有事的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 我得去公地上看看 先去 你没事吧 我是谁啊 就凭他吗 我还是不放心 那还不多亏了我女儿 要不是他给叶清秋打电话 你能完完整整的回来 回头你跟清哥 好好感谢人家叶清秋 妈说的对 这次清秋真是帮大忙了 咱们回头请清秋吃个饭 这丫头找叶清秋了 暂时还不能把事情告诉你 好 我答应 我没什么意见 大师已经被我安置在云州 有感觉 他们什么时候到云郊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回来了清秋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那最近你什么时候有空呀 明天下午 好那说好了 明天见 太人气了 事情都解决了 以后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你倒是心大 你又不是不知道奶奶和唐哥 是什么样的人 这次是过去啊 那是工地上 千诀 不行你再找找公主 只要她可出面 不行不行 咱们都麻烦公主那么多次了 不能老麻烦人家 更何况她对千诀 这丫头是担心我和索比亚有些事 公主对千诀怎么了 你倒是说清楚啊 没没没没没什么没什么 反正我不管 这事我自己解决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哎你跟我说清楚啊 你给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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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